这还没有什么迹象 飞 午后暴雨夺两命 只差五公分 他奇迹生还 暴雨狂袭北台湾 清北市三峡 紫威路75号附近 鞭驳挡肚墙倒塌 押中一辆小货车 车体和车门扭曲 车内三人 有两人被石头压住 已经没有意识 送医后宣告不至 画面中是唯一生还的驾驶 这五公分的差距 决定了生与死 抢救现场 不时传来落雷声 警方调查 三名工人园在附近 进行苏迪勒风筛修复工程 事发时正在侧上躲雨 没想到一旁的挡堵墙 竟然瘫了 两块总重达4.6公吨的水泥块 直接扎在车上 要扎过 驾驶手脚插伤 送医后没有大碍 但离他五公分的两名同事 被救出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医急救后仍告不至 地主上警方坦诚 该驻挡肚墙是违法施作 你去的时候你会有心情吗 这我不知道 我在来三人我都没救的 驯后被依违反水保法送办 主发中心情绪报道 这就是我 帮你 我会想到你 我会想到你 你不要 我会想到你 你不要